好 又回到我們後會不會在我身邊有曲 阿薇 Hello 大家好 今次翻唱了一首經典金曲 《月亮代表我的心魔》 為什麼會翻唱這首歌呢 這首歌本身我從小聽到大 剛巧《黃金有罪》裏面做拆曲 立刻就要唱這首歌了 會不會很大壓力呢 要翻唱一首經典金曲 因為其實翻唱了好幾首經典的歌曲 壓力是一次比一次大 因為我很害怕我自己唱我的版本 大家喜不喜歡 但現在這個年代和那個年代有分別 我又想拿一些不同的東西出來 這些壓力是自己給的 有一點你自己的味道放在首歌上 來到我們後門會一定要玩一個快問快答 第一題問題 你最喜歡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裏面哪一句歌詞呢?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我愛你有最煩 我已經不夠膽唱了 太高又沒有了 如果要將這句歌詞送給一個朋友 或者一個人送給誰呢? 我想應該送給我爸爸吧 哇 一個父愛 翻唱版本最大的幕後功臣是誰呢? 當然是監製和老闆 你喜歡現在這個版本的編曲 還是以前的版本呢? 兩個我都喜歡 兩個都喜歡 因為不同味道 真的不同味道 什麼時候出新歌呢? 我想應該快樂了 因為錄了歌但未拍 未拍應該接下來差不多了 可不可以透露一點點 究竟是一個什麼曲風什麼類型的歌呢? 又是《慘情歌》了 《慘情歌》了 那我們在期待高阿美出新歌之前 繼續就要聽他唱的 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